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福采取措施 通过这项法案 不仅可以消除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碍 还能确保学生在没有债务负担的情况下毕业 霍楚说 每个纽约人都应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 而不必担心陷入债务循环 周福统计 纽约州的学生贷款者平均每人负债19,000元 合共大约900亿元 该法案由州参议员贝利和州众议员泽布罗斯基提出 贝利说 每个纽约人都应该得到高质量可负担的教育 然而很多学生被迫承受沉重的债务而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学生债务不应成为阻碍学生充分发挥潜力的障碍 联邦政府早前宣布学生债务减免计划 纽纽约州被免除的学生贷款总额约为163亿元 部分州议员还呼吁联邦政府进一步为学生债务提供支持 减免最高5000元的个人所得税 纽约市议会周三通过儿童保育法案 成为全美第一个通过立法以全面推广幼儿服务城市 以八项相关法案多方面解放女性劳动力 推动疫后纽约市经济复苏 市议长欧德斯说 纽约市作为经济中心 也有约52万名女性应照顾子女而离开职场 儿童保育已成为职业女性最大挑战 尤其在疫情后所造成了更严峻的工作损失 儿童保育法案共有八项提案 要求市府组建相关单位 从规划 拨款 宣传 试点 监督等多项措施 分别为马歇尔母亲计划工作组 儿童保育特别工作组 和儿童托育咨询委员会提供全面支持 法案也将与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以及信息技术和通讯局对接 要求创建全市儿童托管中心的数据库 并以常用的语言提供多语版本 同时也要求建立网站 方便民众及时查询儿童托育服务信息 及透明化的资金补贴和申请要求 当日市议会也通过一项决议 呼吁州议会通过并由州长获处签署法案 支持政府向家庭和托儿所提供财务支援 使相关服务更易获得更可负担 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周三批准 州检察长詹乐霞上诉 允许纽约州禁止在部分公共场所持枪的法律继续有效 直到法庭法官小组做出正式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近期对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控案做出裁决 推翻纽约州一项具有百年历史法案 放宽了民众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的限制 州议会在6月一次特别会议通过新持枪法案 要求从9月1日起 在纽约市时报广场地铁等大众运输枢纽 被列为敏感场所的区域禁止持枪 还加强了对隐藏持枪许可证的审核 枪支维权组织其后提出上诉 并在第二次诉讼之后获得成功 纽约州北区联邦法院首席法官苏达比上周裁定 新持枪法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持枪权 并发布临时禁令 要求三个工作日之后解除禁枪令 但州检察长沾了下 向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并获得暂时允许处理 与此同时 市长亚当斯周一签署市议会法案 将时报广场化为禁枪区 市法务部表示 在进一步审理结果公布前 法案将继续有效 市长亚当斯12日宣布 将曼哈顿四星级九届ROW NYC 作为最新的人道主义救济中心 第一阶段将容纳200个无证移民家庭 亚当斯说 随着进入纽约市的寻求庇护者人数不断增加 市府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应急响应和救济中心 很快开放 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应有的服务和关怀 相关机构组织也将继续关注寻求庇护的家庭 对于期望去其他州份的移民 将协助他们到预定目的地 四星级的ROW NYC酒店每晚房价高达400元 共拥有一千多间客房 第一阶段将容纳200个无证移民家庭 并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扩大规模为更多家庭提供服务 市府曾于8月提出以ROW NYC酒店作为收容所 但其后取消了计划 另一个位于兰德尔岛的救济中心将为成年的无证移民提供庇护服务 两座救济中心预计最快在本月内开放 市府表示 救济中心将作为无证移民的落脚点 为他们提供即时的住所、食物、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